好 那麼各位呢 我們來做個小測驗 你到任務裡面的OPS再打開第一個 有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就要做影片嘛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這個影片的一些設定 您看一下 我們一般在看這個YouTube影片 你把它撥下去的時候 我先靜音一下 來 你一定會看到這裡 有沒有這個功能 有 那我問一下各位 各位 這個代表的 是不是代表數字越高 品質越好 有超過720的嗎 有 對 所以我不能考這一題對不對 所以請看下面 這個數字 他說指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我會考另有引擎 好 沒有關係 你點了之後呢 請到上面這邊 有沒有提交結果 按一下 我們馬上揭曉 來 還給你 這邊我有開放統計 所以呢 您可以按一下右上角一個進度 有沒有 您可以點進來 那首先呢 可以先看到大家有哪些人回答 好 你看一下 有交卷不到底要過關喔 這只是有交卷而已喔 那你要看結果 就在上面這個題目按一下 我們就可以知道大家的回答統計的情形 好 還算符合預期 符合預期的意思就是 這些的 怎麼可能會對呢 老師沒有那麼多心機 好嗎 所以 反正72點是人 今天這個沒有過關 再來 來 為什麼 老師是那個判月 對 當然不是 有時候少數人不只要尊重 因為他是比較智慧的 哈哈哈哈哈 當然是高度啊 當然是高度喔 所以很顯然大家沒有很認真看這種問題 因為你平常都想看 你剛剛最早的時候有一個1920零說的寬度嘛 對不對 對但是 對呀 那是寬度啊 那對啊 那我們就以為你是講的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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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點進來對不對 我點這個進來 你剛剛裡面應該沒有看到1920嘛 沒有 對不對 對 那 請問有沒有看過比那個720,1080再更高的 有 有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目前youtube上面最高的最高的是到多少 8K 8K的影片 好8K影片 那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這裡有把它關掉 來我搜尋一下8K 8K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找一個影片 讓你這樣子會比較心服口服 因為平常你只看影片內容 都沒有人在關心這個齁 來你看我們點到它 這裡打開 好 好這邊 請問有沒有比1080再更高 有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這個呢240就是320乘240 我們剛剛答案不是高度嗎 這個是640乘480 所以這個大小還有一個是500多 就是一般各位平常在網頁上看到 有些人是把影片卡在網頁裡面 就差不多那個大小 那這個呢480就是720乘480 也就是一般我們DVD的大小 好那32020大概是VCD 好VCD 那720乘720以上的 有沒有發現後面都有一個HD高畫質 這個就是1280乘以720 這個就是1920乘以1080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剛剛進去的時候那個要射多大了吧 如果你的解析要比較大一點大的時候 這跟你的螢幕解析度一樣大 它進來就是滿大的 那再上去就是一樣的 這樣了解2K 4K 8K 好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現在老師如果要錄影片 我們至少都會錄到720 也就是高畫質的 好那如果你要更高當然也可以 可是如果超過這個 可能你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影片會比較大 以現在電腦的能力來講 處理這兩塊是都OK的 就一般的電腦 如果說你要再處理更多的 可能就需要電腦效能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概念了 下次記得少數的人不見得是不好的